怎么办呢? 我就给他写 我就给他写什么 比如说写这个词啊 就是 就是 孔老夫子分帝 无道无帝 这些词都没写过来 他认识字啊 他说 哎呀,这是 性理心法 这是 性理心法 这是真传 就是恐慌真传 这我知道 但 你再说这样 你继续写好了 那我的写他都看了 他很高兴 他很高兴是怎么样呢? 他说好了 等下你去卖照 我向你讲过 我来到台湾 是第一次 假菜籽 在当时 过去 一生冷人 就在 丁丁岩岛这种家里边 吃了一次菜桌 他回去 就跟太太讲 哎呀 做菜籽 其他的菜桌 他就是代表名师出来 我牺牲太大了 这个小家就干不净 就请我假菜籽 我那时候我也 我穿的也是很简单 我穿的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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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位 曾铁岩岛先生说 端菜 你一做菜 一做上个仗 我们两人就吃了 我一看 这怎么回事 怎么对我们这么好的 跟这家有钱 穆塞堂老板 又是师舍的社长 又有学问 他就是医贯真传 就是性理之女 就是圣人所领导 他这个自参自悟 他就很高兴 等着 我就将他带到台中 那个佛堂 六个他堂 那个佛堂 一共八个六个人 开了三尊导会 三尊导会 三尊导会 六个八个人开了三尊 三尊导会 三尊导会 这个想法 跟那个 跟这个民俗道而传 拜公,林初道而代,是這麼來的 這次我又開始到現在,到了昌文才講到現場 我就開始就辦起來 我在春秋堂啊,春秋就去 先國呀,借賬,現在這張都去奉獻身材了 借錢到,過敗的人有天堂有利益 我就後起來,冤獻借賬,女主借賬 好啊,我晚上借到兩點,我嚇壞了 可是你只見三師,你一進港 老先生沒有在,我也不能夠倒退 我都撐著,撐著勁兒 他說,冤家 你一講表面是冤家,內心很怕死 他是個鬼鬼啊 他是不是不會講日本話,罵人 就罵出日本話 我也聽過,我還是日本話的罵人 他兩個腳都蹦,蹦蹦蹦地蹦起來 他們都害怕 他就這樣 按個鬼 我說,按個鬼 我說,按個鬼 其實,冒大死了 他的意思,還有人搬 他講日文,那個官員 他說,我叫這一位修金鸞 修金鸞,他欠我的命,他天智,他冒害死 我是女人啊,我害死了 我要他的命 他現在求到,不要他的命 他現在餘食送 要不了命的話,我這個命就白倒了 我說,好吧 我說,我呀 叫他動三十人婚禮 好不好 那個人婚 好了,三個人答應 那個附近呢 冤禁舰辭,重мо 衝寶 再拜登 當下的軍事RS聲嗎 有來自己打自己 不是他打 是沒有日本鬼啊 就不能不相信 我痛你了 我好在我衝著人 沒有人的 就是我一個人 我衝著人 大家還對我 哇 這個男小家 國也不一樣 男小家 警頭大 國也不怕 他真有辦法 我這名哄了 啪的中人就 就癲癲癲癲 就這一招我點起來 就是這次顯化 然後 我又點一個咖啪會說話 又點一個缺子會走路 啪的哄下來了 可惜那時候有沒有人嫉妒 有沒有一個錄影 哄下來了 慢慢哄哄哄 這次一下子呢 淵林啊 開出去了 家也開出去了 丟兩顆來求道 我一個人一收點一百 點五十 我們那一塊 就是道心慢慢的出來 講三堡 講道義 盛多有 都在一個命令線 可以說 很順利 不久 就是這麼辦出來 慢慢的以後呢 就是怎麼樣 警察又送禮 就成立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要取提一管道 要將蔥油堂的拍子要拿掉 要找這個管道後 幕後主持人陳大廚 找到我的話 就要解散 找不到我的話 沒辦法解散 這就是很奇怪的 你怎麼找也找不到我 就是找不到我 你去問一下這個 像 林初昭 楊慶星 都不承認 以後 林初昭死了 昏空了 楊慶 昏星還不承認 因為楊慶星 我們竟然沒有老婆 有春大勺 但他照著他們兩年 你再出來看白 他就要沾臉上去出來看 那我一定是困狼 是笑臉的 結果呢 怎麼找到我 要是找到我的話 就糟了 你找到我的話 就要解散 就報了蔥秋堂 國安理委會會的解散 解散以後 都沒有今天 所以說 默默之中 鮮火促到 他們 慢慢 都在這個沖秋堂 在雲林縣 天 昌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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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起來真是熱鬧 那到了民國五 光好 慢慢 慢慢的 也就沒有這麼大事情 如果 村立 專戰小組 村了三次 也沒有見到 都拖過去 到了民國五十八年 民國五十八年 所以那個時候 林林縣 彈化縣 那些個年輕人 都受了教育 都上南北部跑 那我那一看呢 來回看 點燈絲慢慢也多了 我在那兒 春樹學沒有意思 我想 乾脆 我就到台北開包 我是民國五十九年來台北 民國五十八年 才有豐甲內衛球道 吳清山球道 民國五十八年的吳清山球道 民國五十九年 我才正式來台北開包 民國五十九年 來到台北開包呢 也是很奇怪 也很傲妙 開始 開底也沒有顯化 也甚至沒有 就竟然有這麼多人求到 和國會一樣 這麼多人 所以五十九年 慢慢辦 就辦到台北 到了六十五年 到六十五年 國就開放到日子高孫 六十六年 開放到東南亞 新加坡 這個馬來西亞 增進到了民國 啊 這個 六十九年 就出了幾種 七大的外套 可以說空間未有的事情 胡說八道 這麼多 所以那個事情啊 我們要想一想 如果現在不會有 因為現在我們那個班呢 都擋了很多的壞人 假使那個人啊 就是那個破壞分子 假使像現在 他都不能在我身邊了 磨磨磨磨的就知道那個壞小人 如果現在的話 他進不來 我們就是 嗯 太傻了 啊 就是明張錄時 他是光臺的一人搞出來 現在我們都會聊滿幾的搞出來 就是 叫我們道理瓦解 就是 縱犯清理 不怕一人搞出來 現在我們公臺的無數卡話 我們是 完全清楚的 那麼到了 四十六十九年以後 我是 痛苦要死 可以說 那時候可以說 好像都崩潰 都崩潰 也變成了思想問題 也變成了這個 什麼問題都有 就是 土著八道都有 那麼到了 所以我一年 痛苦一年 痛苦一年 美國七十 啊 七十一年 我就 單槍匹馬 我就 就 站起來 我有堅強的毅力 因為我 了解剩下 啊 我了解天地 我就 崩潰 要排太平 那麼到了台北 到現在 那可以說 已經 七斷有的方式 那麼我們 甚至 到了現在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 道真真真真真真 道也驚喜考驗 天命也驚喜考驗 我們仍也驚喜考驗 那麼現在的道場 比六十九年前還穩定 還 還 反對 還 強 還好 結果是不簡單的 所以 我的委證嘛 我對台北這麼樣的重視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冤淫 那些雲林縣 當化縣 台南 苗栗 這麼多人 為什麼對他們不太重視 這當然有個冤淫 冤淫就是說 失而復得的東西 族人是寶貴 已經失去了 反正失去了 反正失去了 又不得到了 得到了文教科的探討 或是不再失去 因為冤淫在此 所以到現在 台北 到了今天 大家對於天命 對於道 應該是更有信心 更有信心 所以我們台北的前途 應該是很無量的才是對的 我們現在 台北 台灣 道已經公開 已經被難了 所以我們已經慣亡清寬了 大家都肯定我們犯罩人 開荒的人 通通是好人 通通是犯罩人 通通是犯罩人 並沒有別的思想 並沒有別的作用 所以政府才接受到 所以我們來到臺灣四十一年 我今天不是一朝一日 也不是一天一夜 所以我今天 講了這些話 就是簡單的 由開始十四歲 今年六十多歲 六十六歲 我今天又回去了 我回到家的個人感想 這兩天 前兩天 也是百感交集 當然我們 雖然修道這麼久 還是一個人 回到家裡不去 只觸足傷心 滅目全非 事與人 人與我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 我這是第一個目的 就是去祭祀我的媽媽爸爸 我自己 幫我在台中我們關起來 寫了半天寫一個祭文 跟媽媽爸爸講話 這個叫實話 所以從一個內心 一邊哭 一邊血 一邊血 一邊呼 寫一個祭文 所以帶著我弟弟妹妹在那裡喝口 在那裡哭了 祭祀 然後到了天津 看一看 雖然面不全非 跟不全不一樣 或是現代的環境 他們變化了 我認為 老天之位 老天沒有孤婦人 一分耕源 一分收穫 當然就不是我的功德 也不是我的事情 我都說 我們家裡的 愛護 所以也是有德性 那麼 英文之中的 老天之位 我們家 都是非常不錯 雖然在共產黨社會領導之下 每一個人身體健康 每一個人思想 每一個人很善良 那麼 講起來 今天我們在 比如說 他們還懷念我們中華民國 還懷念我們政府 他們很善良 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他們心裡很痛苦 現在直至說怎麼樣的 直至說沒有別的要求 直至一天過一天的 他們心裡在想 我只要不做壞事 我只要安分生氣 我只要好好過日子 就完事了 這一輩子 也貪到什麼理想 他們到時候報復 完全沒有 完全就是最準的社會 可是我們家裡的人 都是安分生氣 他們的生活的程度 水準 都是很高的 知安知能 大學不業 還有高中的人 很聰明 也很有禮貌 所以是我感到很滿意 因為我們家的這個 古古的傳統 家裡的家規 這種風氣 孕如改變 就是我很滿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做一個比較的話 台灣就是你們這一輩子 你們這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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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天不厚 那你們夫妻太大了 夫妻太大了 那他們那個生活實在是太無聊了 吃飽了沒有什麼 那給公家做事幾個小時 上班 我不說我們這樣